很多人觉得看不惯年轻人过年,回家也不拜年也不走亲戚,天天躺在家里混吃混喝看电视,说不好,我觉得挺好,为啥?今天年轻人工作强度多大呀?说实话,肯回家肯跟父母一起过个年,肯躺在家里过年,我觉得就是好孩子,所以,平时工作那么辛苦的年轻人回到家里,不想社交,不想出去搞一些行事主义,留在家里吃吃喝喝,开开心心,我觉得我们要宽容,我们要理解。 我们要支持孩子,肯回家就让他更自在一点,在什么样的地方你要规规矩矩,一切都要符合别人的心意呢?这不就是工作场所,那在什么样的地方?你可以舒舒服服顺其自然呢?在家,所以你的孩子回到家,躺在床上,躺没躺向,坐没做个坐下,一天到晚看电视,打游戏,吃吃喝喝,说明什么?说明他真是把家当家了。 家就不是一个太严肃,紧张向上的地方,家就是懒洋洋,你认同吗?